演示一下杰克作业 荷叶 荷叶大家画的时候 要注意要用你的侧风去画 不要画得太破碎 太破碎了就这个荷叶的质感就没有了 就是说你的笔里面的墨要足 水分足了你这个荷叶出来的层次感才会好看 因为我们本身这个画面呢是半幅荷叶 就是这半是没有的 所以不要把它画全 中间这个荷叶的芯呢不要像公笔一样画得很圆 要点到为止 然后呢我们沾淡墨来勾荷花 第一朵 这个荷花呢它是一个斜向这个方向 斜向你的右上方的左上方的 先画一下荷梗 荷花这个荷花朝着你的最大的这半呢 就是画的时候不用太规整 这个荷花就画完了 这边呢我们要画一个小的荷花的花苞 就点一下就行了 这边有一朵这个荷花是头朝下的 注意这个荷花画的时候 这个荷梗不能给它画的太 这个荷梗有一个折的角度 不要太锐利了 太锐利了这个荷花已经就断掉了 好 这个荷花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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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边有什么荷花 这个荷花 这边这种火花呢 把笔横过来 依旧是画最大的这个荷叶 花可以画的叶子要饱满一点 花瓣要饱满一点 这个荷花的花瓣是比较大的 然后这边我们开始画这个瓷箍的梗 稍微的这个瓷箍的梗呢 画的要磨重一点 瓷箍呢磨色要深一点 像一个草帽一样 上去 靠下来 然后呢就是花瓣的尖这个地方用稍微重一点的磨 浓一点的磨 给它勾点一下 浓一点的磨 这样荷花就看起来比较薄满 这样荷花就看起来比较薄满 所以我们下来的瓷箍的瓷箍是比较好